说到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6636 6乘6等于36 这是数字 但是它也是客观事实 那么认识客观事实的 思想方法 也存在于客观事实之中 这就要求我们在 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 你要尊重客观事实 要符合客观实际 万物都是由阴阳构成的 阴和阳是一对矛盾 矛盾在对立统一中 相互发生作用 解决矛盾的办法 也在矛盾之中 这些办法不能凭空设计 不能想当然 如果你凭空设计 想当然的话 就可能遇到失败 就不能达到目的 这段话出自什么地方呢 出自36纪这本书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 当作是进入36纪的一把钥匙 这把充满了辩证思想 辩证法思想的钥匙 在徐徐转动的时候 也就把我们带入了 36纪这座迷宫 这座迷宫的大门 就这样 徐徐地向我们敞开 可以说 36纪是中国冰学长河中的 一朵不大不小的浪花 36纪可以说是一部奇书 但是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神秘 它的最大的特点 也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用36个成语典故 构成了一部兵书 他把这个作者把这36纪 分别装在了六个套盒中 这六个套盒是哪六个呢 圣战纪 敌战纪 攻战纪 混战纪 并战纪 败战纪 虽然六套36纪 听上去好像蛮有意思 但是它确实有一种凑数的感觉 因为我们把36纪的整个记名 看一遍的话 觉得有些东西比较牵强 有点凑数